前不久,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波兰作为参加峰会的国家之一 驻华大使塞西军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表示 峰会的举行显示出,尽管受到疫情冲击 参会的各国并没有放弃合作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于2月9号举行 这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表明尽管疫情流行,我们并没有放弃 我们继续前进,继续讨论重要问题 开展中东欧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塞西军认为,疫情后,经济的改革、复苏 对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很重要 因此他非常关注波中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 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我们的总统也指出了这一点 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 必须建立在全球公认的贸易原则 开放、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进程基础上 塞西军指出,对波兰来说 波兰、中国两国关系的重点是双边合作 另一个波兰与中国重要的合作形式 是欧盟、中国之间的合作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是基于以上两种重要合作形式的补充和发展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能够弥补一些问题 如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或其他双边合作 在需要某些区域协同作用时 这些合作可能不够充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世界各国均受到疫情的影响 疫情之下如何看待全球经济 塞西军认为 疫情确实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现在谈论未来两至三年内的全球经济还为时过早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 比如科技开始作用于贸易、电子商务、远程学习 远程工作、家庭作业、在家工作 但很难说这些趋势会在两至三年内呈现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供应链 在疫情期间海上运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铁路运输作为一种快速安全的海运替代品 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我相信在两三年内 它们可以演变成新的经济现实 波兰地处欧洲心脏 是连通中国与欧洲的重要十字路口 在经贸合作上 两者关系也十分密切 此前波兰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在中东欧的最大贸易伙伴 赛西军表示 期待波中两国未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贸易、运输 我们也相信在学术和科学合作领域的潜力是可以开发的 我们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些步伐 从双方、从波兰和中国都有很大的兴趣 赛西军强调 疫情之下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 将会让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更进一步 他期待看到峰会取得切实具体的成就